您看一下 假设我今天我要去编辑 因为有可能有些人 他到时候他会想要设定跟谁共用 例如说现在这样子一个内容 你自己等一下看一下你的手机的内容 手机画面手机版的画面 应该已经排列成这个在最上面 然后接下来是这一个 这我想应该没问题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也是我可能会要去做一个设定的 例如说好了 我今天我跟卫生局的一个合作 那变成他会有一个跟我对接的窗口 这个时候他要资料发布出去 我不可能跟他三不五次一直在网路上面 或者是直接面对面的沟通 这个时候我就直接告诉他说 我已经做好了 麻烦请你现在到网站上面 来去看一下内容 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要去设定共用 所以这个拥有者就是在谈这件事情 所以接下来我就要输入什么 输入他的电子楼界 就是一个使用者 但是共同作业它是属于POWER BI的功能 就是POWER BI的功能 所以你如果是想要拥有这项功能 你必须要升级 就是去买他的一个POWER BI PRO版 否则的话你就只能自己使用 那没关系 就是说你先寄给这个窗口 对不对 我觉得这共用的机制还蛮不错的 还有一点 对不对 我们的报表 我们的报表 报表 我还想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多少的内容 跑到哪里去了 多少内容 什么意思 就是总共10G 对不对 可以使用 对 这个 你看 你看这边 这边有个设定 设定 我要特别前调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10G的空间 那我刚刚只是把登格瑞的资料 画好报表整个送上去 他告诉我说我已经用了4MB 还包含再上一次 我是不是有那个销售的资料上传上去 这两个资料这边总共用了4MB 意思就是说什么 我还可以用好多好多好多 这都是不用钱的 只要你不要想到说我跟别人共用就好了 我想我有4MB 你们大概应该还有什么 我才使用4MB 我想你们大概也才用2MB 2MB 或者是3MB 都很小的一个空间 好了 那最后不用的时候 记得就要登出 那我们就直接把自己的帐号登出 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的 所以是不是又回到这个地方 记得把它就关掉 这是当我们今天做完一个资料呢 然后上传到网站上发布 请你们现在先登出我们的网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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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